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为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 雄心壮志的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的大业 当时燕国为嬴政的心腹大患,为帮助他早日完成统一霸业 秦王的青梅竹马赵姬于是冒险之敌对的燕国卧底 假意策动刺杀嬴政的计划 如此一来,一旦东窗事发,秦国便有出兵攻打燕国的名目 但是在这个计谋得逞之前,秦王发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自己并非先王的亲生儿子,他的生父事实上是当时的宰相吕不韦 秦王知道后又恼又怒将生父吕不韦赐死 母后流放异地,为了永绝后患 于是欲将所有知道这个惊人秘密的人赶尽杀绝 因此他挥军攻打临近的赵国,捉拿知道真相的樊于妻 但秦王违背对赵基不攻打他祖国的诺言 在赵国境内滥杀无辜连手无寸铁的孩童也不放过 这种种的暴行看在深爱住他的赵基眼中 实在难以忍受,赵基于是改变初衷决定假戏真作 与燕太子丹同心努力策划谋刺嬴政的行动 执行这项任务的人选是名剑客荆科 荆科当时早已厌倦刀剑生涯 想要归隐山林但最后仍答应为此重出江湖 荆科一出现选以他的狭义风范绝获赵基的芳心 两人坠入秦王不料荆科最后的行刺行动 因徒雄比剑而失守丧命 赵基返回秦国为他收尸 见到嬴政赵基义正词言 得抨击嬴政的暴虐无道后 便投也不回地离去 刘嬴政一人独自打造江山霸图 好了,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